既然是一個傳統餐廳 也是一個四洋產的 我們要怎麼來回程 這個回程我就讓傳統餐廳 繼續發展 我就用事經營 所以在新港 剛才有這個媽祖部 他帶來三百萬的餐客 有這個中國文化 南這個餐廳的關係 我也是在地新港人 所以我就將我一個傳統的餐廳 在新港這個所在設一個文化館 文化餐廳 在這裡來將我們這個傳統的餐廳 它的文化 它的產業 做一個餐廳 讓我們的餐廳 來到這裡可以了解 大香它的生業文化 它的餐廳文化 現在我來為各位介紹 整個自香的流程 這是已經打底好的香汁 所謂打底 就是空白的竹心 第一次沾水 搓上一層的蓮粉 我們做香所使用的蓮酌劑 是大葉香蘭的素皮粉 素皮粉它因為有膠質 所以它是粉狀 但是遇到水會產生黏性 所以說打好底 打好底的香汁呢 等一下沾水它會產生黏性 然後必須做斬香跟淪香的動作 讓香汁每一支都滋滋分明 然後均勻的裹上香粉 再一個請勇的動作 把多餘的香粉抖下來 好 UK來跟我們的香口 我們都會有幾所人去做 導覽幾所 看UK的時間 如果時間有更加強 我們可以將他們 帶他們我們的香料香草生態行業去做介紹 再來會由我們的相義文化館 要去了解香它的商業文化、它的歷史文化 在文化館裡面 我們會去介紹香它的歷史文化 裡面就是文化香 裡面有生活香 就是我們的食衣自行娛樂 裡面的疫苓香 就介紹我們的一些 用香它的原材料 來做一些技品 包括燕雕、檀香木的雕刻品、收藏品 裡面有原味香 原味香裡面介紹香它的原物料 就是它的材料 香粉做四大類 在文化館裡面要有一個清淨香 清淨香就是在我們的香的文化裡面 在唐宋文化裡面 宋朝的文人雅士的文人詩意 香到花到茶到 還有一些藍香有關的詩詩 還有一些墨泡 我們在這個清淨香裡面 我們就將 以前宋朝文人雅士的文人在享受 這文人事宜的樂趣 我們把那一個清淨模擬 在文化館裡面做一個清淨香 在我們的香口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 在外面 我們不能去看過 我們用香的原材料 來做DIY 如果我們的陶藝修工 我們的香料 有像陶藝這樣 去內塑各種不同的形狀 你喜歡的 內塑的作品 這就是用香料 來的內塑 做好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 炸彈 它不能經過腰燒 不能風乾 它主要是 我們主人的 在說香料 它主人每次搭 所以讓你來宣愛 你只要來通風 有冷氣 它就慢慢來搭 它就省省 除了香意 這裡的民宿 我也很好奇 咱們趕快來去瞧瞧吧 桂花香客家風 還有中國風的檀香 光是這個走廊 就佈置了各種 主題風格不同的套房 在這一條走廊上 裡面到底暗藏了多少 不同風格的別字佈置呢 等一下 我還是要一一的 來為各位打探一下 真是耳目一新啊 原來桂花香的客家風情 是這樣的質樸簡潔 天啊 欸 連這個衣櫥的門 都是鄉滿了竹邊藝術的 非常有藝術氣息 哇 連牆上都有竹條的裝飾 一進到室內滿是新香的桂花香飄散 原來剛才櫃台小姐有跟我提到 桂花香就是代表富貴 然後有貴氣的 那另一部分呢 我們這個竹子看到滿是竹子的布置 就是代表我們早期客家鮮明 在開墾當中 過著質樸簡單的生活 但是又用桂花來增加相對的貴氣 實在是太貼切了 讓我再帶大家去看看好了 國風的檀香主題法 是這麼的寬敞又舒適 哇 而且 一樣 一進來就 滿是飄散的 溫馨的檀香味 讓我整個疲勞 又緊繃的心神 頓時就輕鬆的下來 這間檀香中國風的房間 雖然它是兩人房 旁邊卻多了這麼大一個 通褲合室的空間 嗯 在這樣的氛圍環境當中 實在讓我 興起了一股想要 潛心靜坐 自我羞恥的衝動 還沒介紹完耶 怎麼可以休息的 哇 真是耳目一新的感覺啊 好清爽明亮的空間 不只是視覺感受 是這麼的美好 剛剛我在櫃台 就聽到小姐 簡單的跟我提到 每一間房間的主題風格 都不一樣 也散發出不同的香氣 進到裡面果然不同反響 真的就是龍鹹香 洋溢著海洋風格的味道 融合在海天一色當中 不管了 我決定還是先去洗個澡 哇 幹什麼 連這種隱私的地方也要拍 哇賽 還好我還有做預防措施 不然全部都被你看光光了 趕快就滾出去 我會去祭禮 三天緊閉 我就當指揮官了 新港湘溢是為台灣唯一一家 以鄉為主題的文化園區 傳承與發揚傳統的湘溢文化涵 並且擴展了湘溢的新視野 是為一座兼具文化融合 產業與休閒的特色園區喔